第1698集 但是白家一旦竞争不过苏家 你觉得背后的神秘力量 会放过白家举的父亲 叶好轩道 你的意思是 红杰有些疑惑地看着叶好轩 祝白家上位 拿下他父亲的位置 然后 白家举掌控大权 他就可以迎娶你过门了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可是白家举现在的能力 做不到这些 白家背后的人 也不允许这么做 那可不一定 他们要的只是利益 而白家举 才是他们最适合的人选 他那个无能的父亲 其实也就是一个 走点狗屎运的人罢了 如果你有顾虑的话 我或许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你 红杰警惕地看着叶好轩 我不认识你 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有多少能力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是医生 叶好轩淡淡地一笑 他把自己跟前的那杯酒 一饮而尽 你是叶好轩 红姐吃了一惊 她下意识地要拿起枪 但是 她把手伸出去以后 又缩了回来 她清楚 就算是手里有枪 对叶好轩也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没错 我是叶好轩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张红小姐 你的一句评价是 咬人的狗不叫 在你的眼里 我就是那种不叫的狗吧 你 红姐心中的亥然 如同翻江倒海一般 她和叶好轩之前并没有交集 但是刚才她和白家举说过的话 叶好轩居然能说出来 这足以证明叶好轩到底有多可怕 一胜不愧是一胜 整个京城 就是她的地盘 那些新崛起的世家 就算是再厉害 也不可能和叶好轩相比 我相信你是一胜 但是 我凭什么相信 你会帮白家举 红姐盯着叶好轩 她想知道原因 她清楚白家举的一切 也清楚白家在中医学院里面 安插的那些人 按理来说 叶好轩和白家举 是竞争对手 两人应该有仇才对 可是她今天的出现 所说出来的话 让红姐有些意外 她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叶好轩的脑袋有坑吗 听着 我跟白家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她弟弟那严格来说 跟她没有什么真正的血缘关系 白家举的能力不错 如果我们合作 或许能够在京城里面 相处得很愉快 这不是你的风格 红姐崖崖头 叶好轩到底有多霸道 大家都清楚 你会和一个外来户 共存在京城 我不相信 不然呢 大家拼个两败俱伤 然后再让另外一家 趁势地冲进来 这样很好吗 叶好轩笑了 她干了手中的酒道 我想这个结局 是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 对吧 是 任何人都不想看到这个结局 红姐微微地点点头 她盯着叶好轩 但是我想 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如果不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 你断然不可能和白家举共事 当然有其他的原因 叶好轩怂怂肩膀 不过这个原因 我是不会说出来的 这是白家举的一个机会 这也是你的一个机会 你觉得怎么样 我需要考虑一下 红姐思索了半天 她说 这个我做不了主 毕竟我不是白家举 白家举最相信的人就是你 而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我想你比我清楚 你不用做其他的 只需要把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给他讲清楚就行了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红姐对叶好轩的态度 还是抱着 一百个不相信的态度 因为我叶好轩说话 向来是言出必行的 叶好轩笑了 而且白家举的病 不能再拖了 想好了之后打这个电话 我为他治病 顺便扶他上位 叶好轩说着就放下了一张名片 他笑呵呵地说 白家举是当局者迷 他知道你是一个很爱他的女人 但是他并不知道 你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 混迹封城这么久了 你难道不想有一个好的归宿 你难道不想出人头地 你阅人无数 懂得拿捏男人的心理 所以白家举对你此心塌地的 英雄难过美人官呐 如果白家举真的死了 你到头什么也落不到 你甘心吗 你这是在威胁我 红姐盯着叶好轩愤愤地说 不不不不不 我不是在威胁你 我只是让你不要忘了 你自己的本质而已 叶好轩摇摇头 他笑道 但是你敢否认 我说的话是假的吗 红姐不说话了 的确 叶好轩的话让他无法反驳 他是一个风尘女子 在这里面已经漂流得久了 所以他只想找一个归宿而已 但是白家举现在面临的情况很严重 白家举的父亲 并不是真心要把白家交给白家举的 如果白家举想得到家主之位 就必须先杀了叶好轩 而在京城呢 杀掉叶好轩 那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事情吧 所以说到头来他还是一场空 与其坐以待毙 那为何不拼搏一次呢 心动了 叶好轩笑了笑 他指了指名片道 心动了的话 就给我打个电话吧 我保证 和白家举合则双赢 我再考虑一下 红姐咬咬牙 这种人生大事是需要好好地考虑考虑的 叶好轩看了一眼红姐 但是你要清楚 如果考虑的时间长了 白家举知道了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那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这件事情即使你不去做 我也会找人说服白家举的 我今天来只是想给你一个机会吧 叶好轩道 那我还要多谢医生了 红姐冷冷地说 谢子不敢当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好了 这是酒钱 我等着你的电话 叶好轩放下了酒钱 然后站起来离开了酒吧 偌大的酒吧 又只剩下了红姐一个人了 她看着空荡荡的酒吧 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 她回想起了过去的种种 她觉得有点冷 在风尘中混迹了大半辈子了 她见过了形形似似的人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给她归宿干 年轻的时候 她认为自己一个人的也挺好 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有一个家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 她见过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她一眼就看出来那些 来追求她的人 要么就是寄予她的美貌 要么就是寄予她的钱 而白家举呢 白家举给她的感觉不一样 她也对白家举的儒雅和沉稳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可惜的是啊 两人是门不当户不对的 她觉得 只要自己守着白家举 总有一天她会成功的 但是她这么想的话就错了 她有点低估了白家举的父亲 本来她就要放弃挣扎了 但是叶好轩的出现 给了她很大的触动 她看着叶好轩消失的方向 一时间她陷入了沉思 要不要任性一次呢 红姐的嘴角翻起了一丝糊涂 她放下了手中的杯子 走到了鱼缸前 拿起了一些鱼石头尾 鱼缸中的鱼来来回回的 他们的生活就是坐吃等死 哪怕是吃得再大再胖 也不过是玩物罢了 谁也逃不出来鱼缸 其实这个社会 又何尝不是一个大鱼缸呢 你在里面来来回回的游 却永远也逃不出去 你打算向白家下手了 郑双双听到了叶好轩的话 她不由地吃了一惊 她为叶好轩倒了一杯水 坐到了叶好轩的对面 若有所思地说 你确定 白家必须付出代价 敢向我身边的人动手的人不多 白家处事一个 可惜啊 他一个人就代表了整个白家 我要他们白家的人 集体为他送葬 你想过没有 白家背后的势力 是属于哪一方的势力 如果你向白家动手了 那么他们背后那股神秘的势力 会怎么样 我是说向白家动手 并不是一举灭了白家 叶好轩笑了笑 他们吸纳了那么多的资源 那么我们 为什么不将他们给整合了呢 你想收了白家的人 郑双双的眉头一皱 这个恐怕有点难 白家的白梁 就是一个疯子 他这种人 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是活不过三级的 叶好轩冷恨了一声 如果不是踩了狗屎运 找到了靠山 你以为他真的能活到现在吗 那你的意思是 郑双双看着叶好轩 他有些困惑了起来 他儿子白家举是个人才 也实时务 叶好轩笑了笑 如果他能为我所用 我倒可以省下不少的事情 他们父子 难道不是站在同一战线上吗 郑双双有些吃惊地 看着叶好轩 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 将他们全部收服了 他们父子之间是有矛盾的 而且这个矛盾已经很久了 白良他就是一个傻叉 他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为所欲为 而且他的私生子多 只要他愿意 他喜欢谁 哪怕那个人一无所能 他也会将对方扶起来的 那他们白家走到这一步 真的是踩了狗屎运了 郑双双微微地摇摇头 确实是走了狗屎运了 叶好轩深有同感地点点头 不过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我要动手了 你要是早点回来 我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 郑双双翻了叶好轩一眼 你现在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叶好轩笑了笑 你放心 以后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的 你说这些 我听听也就算了 郑双双微微一笑 不过只是听听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听着 叶好轩认真地说 我这一次是很认真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京城这里 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我也没有想到 京城有些人的手 居然会伸得这么长 不过你放心 这些事情都是过去的事情 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打扰到你 叶好轩的神情很坚定 他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其实 我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的 行了 接下来 我得去会会白家举了 有什么情况 回头我来找你 叶好轩笑了笑 他离开了 郑双双的办公室 叶好轩离开了以后 郑双双脸上的笑意 渐渐地消失了 他看着叶好轩的背景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你就这么轻易地 让他走了 神影一闪 郑兰兰出现在 郑双双的办公室里 不然呢 郑双双双道 他是一匹野马 你想控制他 比登天都难 独占他 更不可能 我的姐 郑兰兰笑了笑道 我没有让你独占他 我只是说 你要想让你自己 在他心里分量更重些 或许每个女人的分量 在他心中都是一样的 郑双双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分量的大小 取决你 如何嫁于你的男人 郑兰兰淡地说 你怎么懂这么多 郑双双瞪了一眼 郑兰兰 没好气地说 好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只是想让我姐 过得好一点 郑兰兰笑嘻嘻地说 得亏你是我姐 不然我早扑上去了 你敢 郑双双恼怒地说 我只是想让我来